一人林志颖开特斯拉电动车撞上分隔岛 大火几乎吞噬整辆车 消防人员花了好大一番功夫才将火势控制 甚至在脱掉时又冒出火苗 原来是因为电动车若起火 车底的锂电池会引发后续的燃烧反应 相较于传统油车 电动车则要用上将近20吨4倍以上的水 才能将火扑灭 如今有种车用灭火毯 更能有效帮助电车灭火成效 消防人员全副武装 完整覆盖在起火车辆上 原理就是透过阻绝氧气 防止火势延烧周边物体 既省水也省人力 还能有效阻隔电车燃烧时 冒出的化学气体 保护救灾人员安全 电动车的火灾它有个特性 无氧环境下电池还是会燃烧 盖起来有个好处 让我的出水降温的效率会更快 整张毯子是用玻璃纤维打造 外层涂上防火材质 但一片就要价10万元 新北师傅现阶段已添购16组 希望未来能投入更多电车火在救援中 不过电动车业者也表示 不用太过担心 但是正常的使用之下 它其实是不会自己烧起来 是说因为它灭火的时候 是因为它不是那种 很容易把它灭掉的一个材质 所以它可能比较难灭火 就只是这样而已 定期的保养检修 才能最有效确保行车安全 消防人员也提醒 若真的不慎遇上火烧车 赶紧将车靠边停好远离 保命最要紧 记得黄义峻分享 乔新北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小铃铛